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使用來判別 什麼時候一個 critical point 它會有 local mass 或 local mean 在這地方呢 我們先寫 local mass 的時候 所以假設 F 定義在 Rn 裡頭的一個開集送到 好 那同時呢 它是一個 c2 function 這邊露了一個 c2 假設它是一個 c2 function 定義在 open set 上 那 suppose 這個 x0 在 a 中呢 它是一個 critical point of f 那折呢 我們有兩種狀況 第一個 我們看呢 這個函數 F呢 在 s0 它的 hashing 那如果這個 hashing呢 local mass 對吧 一接圍分要 二接圍分要 在一圍的時候 二接圍分要 小於 0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 hashing呢 這個 hashing呢 它的假設是 nectic definite 的時候 對應到 一圍函數的時候 它的二接圍分小於 0 它會有一個 local mass 的那個論述 所以假設 hashing呢 這個函數 f 在 x0 這一點是 negative definite 在 critical point 它如果二接圍分小於 0 它會有一個 local mass 的那個論述 這個函數 f 在 x0 這一點是 negative definite 道歉 local maximums 在 x0 第二個呢 是 反過來 如果呢 我已經知道這個 critical point 它是一個 local mass 也就是我想問這個逆敘述數是不是對的 所以第二個講的是它的逆敘述數 如果說這個 f 呢 它有一個 local mass 在 x0 那 turn out 這個逆敘述數呢 不會對 但也不是錯 可以允許有等於 0 的狀況 所以則呢 這個函數 f 在 x0 的 hash呢 它會是 negative 那如果加上可以允許取值為 0 那就是 semidefinite 我們有 1 跟 2 所以完全刻畫了 基本上完全刻畫了一個 critical point 它什麼時候會是一個 local mass 它如果是一個 local mass 提蒙的時候 那它會怎麼樣 by the way 我們這裡 assume c2 對應到 second derivative test of r1到 r of r1到 r 的那個狀況 那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地方 那上次講過了呢 因為呢 這個函數是可違的 所以 它這個 critical point 那一點呢 它的 derivative 會是 0 所以這個 f 呢 它是一個 critical point 同時 這個 f 呢 它是 differentiable 在 x0 這一點 所以那我們知道 則在 x0 這一點 它的 derivative 呢 會是一個 0 函數 這個 0 函數是 而是一個 linear function 好 那我們得到 怎麼得到這件事呢 那因為它是 c2 所以有 teleponin 有 teleformula by teleformula 或 teletheory 那看你喜歡用哪一個 好 theory 那我有呢 f of y 因為我們要考慮 f of x0 真理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局部最大值 所以事實上要考慮的是 函數值相解 所以我們把那個等號的 f of x0 的那個定點的值 移過去 然後呢 所以我們 我們的 tele定理 事實上用到它的 first order 那 first order 等於 0 所以剩下那個 剩下那個 的 remainder term 所以 remainder term 呢 會是 df 寫實在某個 c 在乘上 y-s0 作用在 y-s0 上 那在這邊呢 這個 c 呢 事實上 c 是一個點 它 lies x on the segment on the segment on the segment or這個 y跟 s0 好 好 那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要去證 這個 f of x0 是一個 local maximum 對吧 那從這件事情想起 那意思是說 在 x0 附近 存在有一個 neighborhood 那 那意思就是說 在 x0 附近 我會存在有一個 一個 delta 在那個 delta board y呢 不管你取什麼 這個數永遠都會 小於 0 對吧 如果你要證到這個是 local maximum 事實上就是要做這件事 就是 也就是呢 我要去估計 不管你這個 h 多少 你這個 這個中間值找出來 這個直接 作用在這個值的時候 這個 by linear form by linear form 它一定取值是小於 0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 我們事實上 從所求告訴我 我們事實上是要去找 什麼叫做 局部最大 就是存在有一個附近 它的值最大 值最大意思就是 其他的點跟它相減的 值是小於 0 所以事實上 所求告訴我是要找附近 所以 we want to show that 所以 we want to show that 這是我們要去做的 事實上我要找附近 ok 那 那 那附近呢 最容易的迅速是找 找一個 ball 也就是呢 我會存在有一個 一個半徑 delta 大於 0 使得 對所有的 y 在 S 型的這個 delta 附近 當你這個 delta 取得夠小 ok 落在 a 裡頭 那這件事情沒有問題 因為 a 是 open 好 所以呢 使得呢 f of y 減掉 對所有的 y 在這裡 它跟這個定點 f of s 0 的值 它永遠要小於 ok layer for 我先把結論寫下來 這件事情如果做到 ok layer for 這個 s 0 呢 就是一個 local maximum point of 這個函數 f 所以現在的問題在於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要找一個 ball 好 那使得這件事情呢 小於 0 這件事情的 我們是用 teledin來 來整個 我們把這函數差值 事實上表成是 這個 c 的這個百逆率縫 在 y 減 在兩個函數差值上的取決 所以事實上 我們是要去估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們的條件想下載 現在是處理 d2 ok 我們的條件想下載 s 0 那一點 是吧 因為 s 0 是我一開始有的基準點 c 只是 在控制 y 的的時候 找出來的一個 一個 by product 一個中間產物 所以我事實上 嚴格來講 我希望的條件 是放在 s 0 這一點 ok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既然如此 如果你想把條件 放在 s 0 這一點 那你就要把 d 2 f of c 這個 binary form 取之在這裡的 的這個 或者說 就是直接說 這個 binary form 要用 s 0 那一點 來估它 對吧 然後去看 它跟它之間的關係到 怎麼樣 會使得 我把條件放在 s 0 的時候 這個數 會小於0 對所有的 y 好 所以既然如此 我們就去把 把這個 d 2 的 這個 binary form 的取值呢 用 s 0 這一點來 那當然呢 那你取同樣子 這邊大家要同樣取 不一樣的話 所以呢 如果你取值在這兩點 那我會取值在這兩點 好 你硬要跟他一樣 那剛剛表不完 不會剛剛好 所以還剩下 剩餘項或調整項 所以你還要再加上 這個剩餘項或調整項 所以是 d 2 f of c 的 y 減 s 0 跟 y 減 s 0 再減掉 原來你加進去了這一下 好 然後因為記得我要估這個數 大於0 還是小於0 我們是要估它大於0 還是小於0 蛤 小於0 小於0 所以竟然如此 這邊是要小於0 對吧 所以你可以估小於0 也就是說 你可以考慮這個東西小於0 所以在這個立方呢 這兩項是我要問的差值 所以事實上我是用它來表 再加上它的差值 那因為我們要估小於0 所以呢 只要你這邊不要變成大於0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你小於0之後 這個地方小於0就可以 在處理過程當中 你一直令它小於都無所謂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地方加個絕對值 你也可以不加 ok 事實上不一定要加 只是加絕對值的時候 有些時候可以讓我們有一些方便 但你也可以在這個地方不用加 那 obvious 你加絕對值一定變大 好 在我加的過程當中呢 我還想再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兩個都是binaria function 所以事實上 作用在同樣的值上 對吧 所以它的差值可以看成 binaria function 減掉binaria function 構造出來另外那個binaria function 好 所以再加上 binaria function 它自己先相減了 好 binaria function 跟binaria function做運算 還是一個binaria function 減掉這裡 絕對值 好 我是要估 對吧 估它最後小一點 所以呢 我嘗試用它來做化解 然後我要去估它 然後呢 你的下一步就是說 那我怎麼樣可以估 是吧 你看到這一項 這一項是我固定的東西 對吧 好 好 我就是故意用它來表 所以我條件最後要下載 D of S 領這裡 所以這一項 你大概不會去動它 你再把它換掉 那你就違反你當初 做這件事情的原因了 好 所以你要估是估這裡 這一項能不能估 所以我要瞧你 是個數 所以你要這個東西 換成一個殼 可以操作的東西 好 這一項能不能估 可啊 上次我們不是說過 Binini function 在曲直上 它的曲直可以用它的 變數來估嗎 然後透過這個看成是一個 一個大歐式空間裡頭的兩個點 它相減的長度對吧 或者是那個Binini function 自己本身的長度對吧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可以換 好 這一項讓我先 所以呢 所以你看呢 因為這個原因 而上次那個估是要加絕對值 對吧 在這裡你如果不加也無所謂 因為不加一定比絕對值來的 小 所以在這個地方其實加不加無所謂 就算你不加 它也一定比你自己加絕對值來的小 至於我能估加絕對值的 我沒有辦法估不加絕對值的 當然我能估加絕對值 我當然能夠估不加絕對值的 只是介於大於大的小於小的而已 OK 所以這東西呢 會小於d2f of c 減掉d2f of x0 它的長度乘上 這兩個是一樣 所以就會變成是 好 這會變成是y-s0 它的長度平方 我得到真相 好 一旦我知道真相是估 所以你看它 我要小於那時候 真相是真相了 OK 所以我的問題在這裡 那它當然也是真相 然後 這一項呢 上面跟這裡 並 要一起看 一起估 那你發現 因為這邊呢 已經變成y-s0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你就會發現 既然這是by-s0 對吧 所以事實上 我可以從這裡 也抽出y-s0的長度 也抽出這個y-s0的長度 然後我就可以把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又再合在一起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好吧 這邊啊 所以我把它拉出來 因為這是by-s0 所以長數可以拉出去 所以我拉出它的長度 跟拉出它的長度 所以這邊呢 就會變成是y-s0 的長度平方 它拉一個長度出來 它拉一個長度出來 然後裡頭呢 就會變成是 它除上它的長度 這個是因為 跟這裡的形式 要拉在一起 兩下沒辦法做化解 好 那你只能活馬 使馬當活馬一 嘗試去走下一步 在過順的過程當中 就是這樣 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再加上這一下 好 所以我們把它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你就會發現 是df-s0 作用在y-s0 除上它的長度 好 y-s0 除上它的長度 好 好 那我把這個 那個合併在後面 所以再加上 d2f-c 減掉d2f-s0 的長度 好 這兩項 分配率把它配在一起 乘上 y-s0 的長度 好 依舊要估小而0 所以這是絕對正 對吧 你y不會取s0嘛 所以你要的事實上是這一項 要是負的 那這邊問題是長度 這個是取值 對啊 這是一個數 好 你要這一項 取值為負的 對吧 你就會發現 這一項 這裡有兩項 它跟它 這一項橫正 因為這是長度 所以你要為負 唯一的可能就是 這一項必須 d2f-s0 在這裡的取值 必須為負的 而且它不是一個y 是對所有的y在這個ball上 這個ball上 這個ball我還沒找到 可是我知道 這個y不是一個值 是ball裡頭的任意點 所以我要的是 固定s0得到了這個固定的 miniliar form 它對任意的 y-s0 對吧 對 取兩次的時候 它的值呢 要橫小於0 最容易的方式 乾脆就假設 這個函數是 附定的 是negative definite 當你加的條件 比你要的還多 對吧 可是你挑不出哪些負 乾脆就全負吧 所以就是為什麼 它的條件第一個 它讓它negative definite 因為這是唯一的 possible的情況 還不夠 還要的是 這一項 這項 就算它負的 對吧 這一項不能 正太多 它正太多 對吧 你呢 有人正有人負 那就不算全負 我要全負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項要 能夠夠小 對吧 還要能 那因為y在動對吧 所以你這樣 能不能 要夠小有多 要 要 躲小有躲小 或者說 你能不能控制這一項 讓它要躲小有 有躲小 使得呢 我等一下呢 當然你還是不能讓說 我還是不能保證任何的y 它一定會比它小 但至少這是一個 一個比較容易的事情 對吧 如果你不是很大 我再調小一點 我再調小一點 我有希望 所以這一項能不能夠小 s0是固定的 c隨著y的改變而 改變 對吧 所以這是一個動點 你要讓一個動點 跟一個固定點 的取值夠很小 那只要 d2f 在s0這一點 連續 然後我們的條件 本來你用tiler展示的時候 就有c2了 所以在這裡連續可以 所以這一項呢 我可以讓它 要躲小有躲小 只是 我還是不能說 它加上它一定會橫正 所以這一項顯然還要再處理 OK 可是呢 在目前這個階段 我可以讓它要躲小 躲小 OK 那 因為呢 d2 因為f與c2 所以d2平方f呢 它是continuous on a 對吧 它是c2的意思 就是它的二界微分是連續的 它的二界微分就是d2f 所以會推得呢 這個d2f這個函數呢 它呢 在s0這一點是連續的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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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有的 一雄大於0 只要你這個 只要你的y 夠靠近s0 那它的取值呢 它的d2函數值就會夠靠近 所以會存在有一個d2大於0 使得呢 對所有的y在 s0的delta靠近裡頭 當你這個ball要取得夠小落在a 那這個d2 fy跟d2 f of s0 它的取值就會夠小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連續的 在s0連續的特質 是吧 可是呢 這個是任意y在這個ball裡頭滿足的 對吧 我現在的處理的點部是y是c 那 y有這個特質c有沒有 為什麼 c 因為c落在xy的線段上 而那個線段會落在ball ball它包含所有 到原形的半徑 所以如果y在 則c一定在 所以c就會 跟著滿足這件事 會這樣 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